EDGM被涛博临风 迷风花Coco直指赛逊组 八个月假期明年再见 最后一个KPL夏季赛 第二轮淘汰的战队出路 依旧是老生常谈的上海双雄之一 EDGM 虽然在B组一番带头二哥 但与涛博一战竟被全程碾压 遭起临风 打野顾星和中单目色表现极佳 轮番拿下小局MVP 与队友配合 再次送上海EDGM早早回家 也许他们已经习惯了放假 一年就打一次比赛 一次比赛就打到第二轮 EDGM做到了 没了试惯和挑背资格的他们 只能明年见了 而赛后 作为上赛季EDGM的主教练 迷风花和Coco 毫不忌讳的睿评 EDGM教练组的赛逊问题 我觉得选手到关键局的抗压能力 我觉得人的大脑就是这样 就是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你会脑子里一片空白 然后导致自己想法也少了 然后很容易随波逐流 这就是可能是一些 有一些主指挥能力的选手的关键作用 到这个时候 其实很多人更希望 自己做的是一个 我不需要动太多脑子 只需要用手和下意识 肌肉继续去操作就好了 所以导致他们可能 在没有助指挥的情况下 心里又过度紧张 然后打这种比赛的时候 就会变成无头苍蝇嘛 我觉得输可以 但是输成这样 我觉得还是要反思一下吧 我觉得你是不是 真的在场上 就什么也想不到了 我觉得我说心里话 我觉得 最后一场不如春季赛的最后一场 打的有对抗性嘛 就是打的没血性也没思路 脑子可能都是空白的 就是输可以 但是输成这样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 对 就是顺风机真的谁都会打 那时候得去听一个人的 你这东西 你赛训组 我觉得在某个时间点 或者马上 他只能去 在优势听谁的听谁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定的 我觉得训练赛 没指挥这个东西 如果练了这么久 没指挥的 我觉得赛性可能有点问题 那么对此 小伙伴们羡慕 EDGM这种带薪休假的工作形式吗 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呢